重点不带强生认错 我觉得重点是我们来讨论一下 我最近注意到有人在谈疫苗问题 然后有人就说那么久的事情有什么好说的 某个程度我必须要说一句话 为什么英国现在会追查强生 不是因为说他政策 他当时是以为说佛系 他们低估了COVID-19 所以他们以为说当大家都感染了以后 可以形成一个群体免疫 这个群体免疫也曾经在我们的指挥中心 用过这个字眼你们记得吧 可是这并不是真正的问题 他们调查他的原因是 他自己颁布了一个防疫政策 然后他自己开party 他不允许老百姓聚会 可是他自己在开party 所以换句话说 他违反他自己所制定的法律 那调查他的是现任的政府的司法单位 意思是什么 现任政府是政党轮替了吗 没有 现任政府不是公党还是保守党 保党现任的首相苏纳克 即使还是保守党 他调查前保守党已经下台的首相Johnson 那Boris Johnson在英国当然是政治明星 现在还在主持一个重要的像你一样的政论 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我们台湾会认为 我们可以不要去思考一个攸关人命的疫苗 当时政府所犯的重大错误 而英国却可以同一个政党去调查前任 他们同一个政党的首相犯的错误 差别是什么 因为人家是法治国家 因为人家是民主国家 他不是在做政党的斗争 也不是在党内的斗争 他纯粹就是觉得你犯法了 你至少要遵守法律 不会因为我是一个同一个党 我就掩护你到底 这才叫做民主国家 那我们是民主国家嘛 其实我这几天想一下 我跟郑亮比较老 奉献比较年轻 说实话了 我们都知道以前也参加过学生运动 我们在1990年代的时候 或者1980年代的时候 我们在谈台湾的民主政治 我们比较的是英国跟美国 我还记得楼印台在解除戒严之后 写了一篇文章 当时他说 这样的文 这样的请 广告片可以在台湾播出吗 他就是谈到说 柴切尔夫人进了一个礼法店 说我要李托把 那李托师就说 你觉得李托师要什么头把 他说捷一哥你看起来满意的 结果那个广告片是公党的 广告片就把他的头给砍了 那就把他的头直接砍掉了 罗云台要问的问题是说 我们这个国家可以容许这样子 开领导者玩笑吗 意思是说 我们当时对于民主的渴望 我们对于民主的标准 我们设定的是英国跟美国的标准 可是这几年的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我们自己 不用去设定一个英国标准 不用去设定一个欧洲跟美国的标准 因为我们已经变成在中国比 我们比中国 只要你比中国有人权 我们就有人权 你有投票权 我们就比中国民主 你有可以讲话的言论自由 哪怕90%的媒体 都是政府控制的 然后用了网军 大家觉得没关系 反正呢 如果是在中国 你都要被抓 你在台湾你才有这些言论自由 所以我们一切拿自己 来跟中国比 我们堕落到又反中 又拿中国当成我们的民主标准 那我回来谈你刚刚讲的这个疫情问题 其实在疫情里头 大家讨论的高端采购疫苗 我都不想谈 我最想谈的事情 麻烦你把那个分十类 按顺序施打 我想请问 就是你刚才放下来这一张才对 对 我想问一下在座的两位 你们的感受是什么 第一个 当时我们把台湾人民分成十类 我们是种姓制度的国家吗 然后我们把中央政府的官员 跟地方政府的官员 分成第二类 我只有三个字送给他们 这个不能客气了 不好意思 我不是要讲脏话 也不是想谩话 冒重话 因为他们把自己摆在老人院的老人前面 对 摆在医院里头 正在做化疗的很多病人的前面 他们罔顾人民的生死 把自己摆在第二类 我觉得无耻到极点 这样的一个这么严重的事情 后来我看到有一个官司 因为有个小诊所 他打了疫苗透过议员 就在高院的时候他赢了 原来这个分类根本没有送立法院被查 所以他不具备法律效力 可是却控制了人民的生死 那我们很多人民就跑去打疫苗 就叫偷打 那个偷打很像流浪狗去偷吃食物一样 你把一个人逼到那个情况 然后我最记得的是Moderna 美国送给我们Moderna来的时候 他就马上让65岁到75岁的人 立刻去打 那很多人打了就好高兴说我打了Moderna 可是他们忘记了好多护士 第一批打的都是年轻护士 那英国是禁止30岁以下的人打AZ 因为他会有血栓嘛 那所以那些护士没办法 第一批都是打AZ 他们都是在专责病房的 所以他们就很希望他们的第二季 可以轮到他们打Moderna 那按照原来的规定 AZ是8周以后打第二季 他们就一直等一直等 就看着这些65岁的人都很高兴 一直打 能不能轮到我们 能不能轮到我们 到第8周还是不给他们 然后当时指挥中心不给的理由是什么 他说我们的人种 是跟欧洲人不一样的 所以在亚洲打的时候 你把AZ跟Moderna混打 我们是要做实验 我告诉各位 我知道是哪家大医院做实验 是谁去打 全部都是台湾的特权人士 都是老人 都是你叫得出名字的 台湾的最重要的科学园区的 某些的企业的大老板们 都是他们的重要资金朋友们 那些在专责病房的护士 最后等于是有一大多数的人 就是含泪 也等于是就是任命的 就把他们的第二季打下去了 那有几个医生 他们并不在专责病房 我说会不会开放 我说一定会开放 因为一大堆人等着要打 所以到了第10周他就开放了 所以那个不在专质病房的医生 就可以打得到摩德尔拿第二季 那他把这么多人分类 第二类叫做中央跟地方的官员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现在很多人看我们的节目 可能希望说你全部只罵迷的 我不好意思 我要讲真话 今天柯文哲跟侯仪可以选得这么辛苦 第一个除了蓝白没有合之外 他们当时也没有扮演好反对党的责任 如果柯文哲跟侯仪当时 他看到中央出来这个命令 他说我台北市政府 我自己绝对不打 我们的生命权没有高于台北市的使命 我身边的人也通通都不准打 我们市政府里头 除了第一线的防御人员之外 通通不准打 谁打我就开除什么人 谁打我就冻结你的主要的职位这样 那中央政府的官员 因为是在台北市政府手中控制 有些是在新北市政府 疫苗都是分配在他们手中 这两个市长如果合起来 然后就说你们中央政府的官员要打 请你到228公园去打 228公园又通风 又不会互相感染 你到大医院去人家要伺候你 然后你把病毒带进去 造成医院的群聚感染 你把里头的病毒带出来 造成对社会的感染 那既然你们中央政府 官员觉得自己是国之栋梁 你要高于老人打 90岁老人你也比他先打 癌症的人你也比他先打 这个在全世界没有的 全世界DP打的都是医护人员 老人还有癌症病患 做化疗的所有这一类型的人 结果只有我们第一类有医护人员 最后加上眼镜行也可以 因为他们去官说了 第二类就是中央政府官员 然后最后就有人加码里长跟林长 所以就是通通都这群人打 然后我们这些老人跟化疗的人 你们记得化疗的人是第几类人吗 我自己因为当时要常常进出医院 而且我是儿童癌症的志工十年 他们是第九类 对 第九类 你看这个国家 它对于真正的病患的生命权 它残忍到这个程度 就是一种非常残忍的一个政府 那这种事情 人民叫做什么 很久的就是忘记了吗 他们当然某个程度来讲 很多人就因此化疗病去做 然后很多状况 那时候医院其实群聚感染很严重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我们讲人权 除了生命权 还有什么比人权更重要 那你凭什么把自己分成第二类 所以我就说就去二八公园打 让二八的先烈 你就坐在他们前面 你那么贪生怕死 你就让他来保护你 所以这是一个贪生怕死的 一个政府官员 是一个自己认为自己有 特权生命的一个政府官员 那话讲的非常重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是执政党 什么我支持政党的 不是 是我要告诉你 这个国家不应该堕落到这种地步 然后是人民的生命 是病患者的生命 是老人生命 如草芥 然后把自己的生命 放在高高在上 我们是皇权时代吗 你们是王公贵族吗 那赖清德跟小美琴 我所认识的 如果是他们两个来主政 我必须说良心话 我认识了他们 他们不会做出 蔡英文政府这么狠毒的政策 我认为不会 因为我认识他们两个 可是他们没有勇气批评蔡英文政府 这就是问题 OK 就说对小美琴来说 她就是一直是一个听话的小女孩 然后她现在做被位元首 副元首 然后呢 这个赖清德呢 她当然跟蔡英文关系没有非常好 可是她没有道德勇气 她作为一个医生 作为一个哈佛的公共卫生的硕士 她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是绝对不对的 她违反全世界 马克宏也按照年龄去打 梅克尔也按照年龄去打 只有我们这个国家 号称自己叫民主国家 然后自己先打 那我是认为赖清德是最可怜的 在当时全中央政府 可能只有她一个人打高端 但是重点是说 她应该要有她的公卫 跟道德勇气 跟医生的勇气出来说 这个排序是完全违反民主政治的理念 人权的理念 而且所有的患者 尤其是化疗跟老人的患者 应该全部都先打去是老人院 跟我刚刚讲的那些类型的人 那我就一直看她把她排到第九类 在其他国家的第一类 在我们叫第九类 其他哪一种国家会排第二类 我告诉你哪个国家好不好 China 还有北韩 No no we are part of China Definitely 在这个议题里头 就China政府官员先打 就这样 是 刚刚文倩讲说 这个疫苗的议题已经有点久了 其实不久 观众朋友是去年年中发生的事情 刚刚文倩姐讲的排序 我们上头有列表英国 其实基本上就是照年纪来排 第一个类别是老人院住民 以及老人护理院的工作者 大概其他国家 尤其是民主国家都是这样排的 然后80岁75岁70岁 唯独我们台湾 号称自由民主的台湾 号称重视人权的台湾 第一类医事人员 第二类看到了吗 绿色的这一栏 中央及地方政府防疫人员 然后接下来机组人员 航空的机组人员 还有外交的一些人员 刚刚讲到75岁以上的长者 是排在第六类 接下来有重大疾病癌症患者的第九类 这是中华民国 这是我们台湾去年发生的事情 实实在在的事情 我再帮大家多想起一点 还有有人因为得疫情往生 还不能看最后一眼 你记不记得 我就看到一张照片 他的小孩跪在地上 看灵车 就不知道开到哪边 把尸体给烧了 后来才知道其他国家 也没有这样做 他可以透过一定的程序 让你看最后一眼 台湾就这样干 还有我们疫情有防治的特别条例 还有振兴的特别条例 等于是相当于紧急命令的级别 所以你等于是把权力都交出去了 那就指挥中心跟行政院决定 哪些地方要变预算 至高无上 然后指挥中心决定 刚刚讲的那个项目 就是说你权力都交出去了 所以你不能监督 因为这个是形容紧急命令 而且它紧急命令的实施的期间 畅达一年多 全世界也没有人这样干 形通戒严 你把其他的权力都交出去了 我再讲一个 这今天刚发生的 刚刚不是说 怎么会这么无耻 我们游锡坤今天刚刚讲了一句话 立法院院长 对 说廉此是古代君王时代的产物 所以是旧产物 结果自由时报把它登出来 因为大家都在疯传 自由时报今天立刻把它下架了 不过我今天提醒一点就是说 我觉得英国现在还在继续追究到底 其实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因素 现在的执政党 保守党 他的民调已经只剩下20%了 他们明年要国会改选 所以他们的执政党 他们的执政党民调这么低 大家都已经知道说明年 他们可能就会失去执政权 所以对他们来说 怎么样去追究 过去曾经犯过的错误 检讨过去的错误 才能够让选民觉得他们有反省能力 我觉得今天在台湾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不是不知道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你追究这个对于选举有什么帮助 不是对选举有什么帮助 而是如果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失去了问责这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去追问真正的责任 然后都轻轻放过 感觉上面久远的事情 让我们每一天都活在当下 其结果是 不会有任何政治人物总的反省 不会有任何政治人物 愿意谦卑去听民众的声音 我当然对于赖清德 他如果执政的话 他会不会那么离谱 我不抱信心 可能因为我跟他并不认识 但我只要看他处理家里头的维健 我就觉得当他真的碰到 各种利益相关的时候 他此时没有勇气去反抗蔡英文 明天他不会有勇气 反抗各个派系的利益的 好 党疫苗这件事情 到底有没有真真切切的发生 不是 等一下 陈时中说他没有党疫苗是事实 因为党疫苗的是蔡英文 所以他当时在跟蒋万安学院说 为什么党疫苗 我就看到他推桌子 因为当时要买疫苗的 有几个key person 他们都有跟陈时中沟通 那我自己也认识陈时中 他不会党疫苗 那党疫苗的应该也不是苏贞昌 那也不可能是赖清德 所以就只剩一个人 蔡英文 那蔡英文总统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那他需要经过一些调查 可是我要刚才讲的就是 如果我们是民主国家 即使同一个政党上台 也要调查 我们如果不是民主国家 就会坦酷 那你刚才在谈的这个八大提案的封杀 我当时看了以后 我觉得好可怕 不是封杀 第一个 当时要他编列更多的预算 把预算挪出来 然后呢买更多外国疫苗 那被封杀 封杀完毕以后 民进党全党都举手 就像你自己当过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我当时就想不通 为什么这些案件这么离谱 民进党里头也不少 一些脑袋清清楚楚的人 为什么党一下令 这么荒谬的事情 全党的人通往都要举手 我想很多人心里是不甘愿的 可是民进党在这个问题里头 就是连这种事情 他其实是可以有是非判断的 他就全部全党变成党的下令 所以他变成其实很像威权体制的政党 第二个 这里头有一个人叫做范云 他是野百合运动 跟政党他们同一辈的 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改革分子 我相信 我自己也曾经被一些资讯误导 他自己也是被误导 去关说3加11 那如果你是他 你看到那个破口那么大 你心里会觉得欠就吗 那至少党下令 我就跟党说以我的立场 我不投反对票 我弃权好不好 他也举手 也跟着人家封杀 那也就是说 即使年轻有改革理想的人 后来进到了权力里头去 那他犯了一个政策 官说的错误 很多人骂他 那我觉得人难免犯错 那好了 那你到最后在投票的时候 你那个犯错的忏悔的感觉 良心不安的感觉 总要有一点吧 没有他也举手 最后最可怕的是 民党封杀完以后 就直接丑化 说这个在野党要求我们 买疫苗是要买中国疫苗 买中国疫苗 事实上人家是要大家去买BNT 这个你们大家 就是我今天把疫苗的问题 拿出来谈的原因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一个政府 他连人命都可以践踏 而且他践踏人命之后 老百姓觉得无所谓 这个国家 他不可能成为一个民主政治的国家 那如果他连人命都可以践踏 他仍然可以继续执政 而且当选的赖萧沛 没有对这件事情提出任何的批判 或者至少道歉 至少像Johnson一样道歉 我觉得老百姓没有理由 投票给他们 那我自己不像奉心 肖美琴我23岁认识他 赖青泽我是他第一任 国大代表竞选的荣誉总干事 然后我看着他 然后我对政坛里头 听到很多各个企业家 对他的评价 他相对蔡英文正派很多 肖美琴我从来没有听过他 虽然像殷琦什么都很支持他 我从来没有听过 他们有什么不好的 利用他们的特权的 去关收的事情 从来没有听过 所以我认为 如果他们执政的话 重来一遍 不会有这么荒谬的事情 可是这并不表示他们因此 可以去袒护蔡英文 所以你要不要这脑轮替 也可以 你要对于这件事情 就是在搞 因为高端疫苗 连续出来 把台湾人民分成九类十类 然后把癌症患者置于不顾 把老人置于不顾 然后把自己放在第二类 我可以说这无耻之极了 这世界上真的只有 中共的官员中南海这些答案 这个我补充一点细节 因为那个时候BNT 那个确实是德国的疫苗 可是民进党又发明一种说法 说在中国道路分装 陳时中也讲在深圳分装 结果后来他知道 这个不是事实 他也不道歉 那就不提了 为什么蔡英文可以控制民进党 因为以前民进党的立委 你投不一样的意见 你了不起罚5万 蔡英文是 如果你再第二次犯 就送中平会 开除 就给你停权 停权你搞不好 到时候不能用党籍参选 林淑芬在莱猪进口的时候 是不是也投反对票 对 可是第二次他就不敢投了 他第二次就不敢 因为就要送中平会 刘建国也是 刘建国也是 还有佳永昌 所以佳永昌为什么不选 他觉得当这种立委没有意思 所以跟以前 所以事实上蔡英文是 使得民进党变成 一人独裁的这样一个政党 用党来控制国分 是 刚才文倩姐 对于萧美琴或是赖清德 其实有期待 你觉得他们如果假设 他们当选 会去追究责任 赖清德先公开 他要道歉 他会道歉吗 我说他要先 我不是说他会 我说他必须道歉 他必须道歉 因为他当到副总统的位置 没有错 你做了副总统的位置 你去检讨总统 你会受伤 你会受伤 那我们所有的政治人物 都不肯受伤 都只从自己的权力算盘 就打 就是因为这样 今天蓝绿全部都是一堆 乱七八糟的政治人物 那比如说 我们待会可能会讨论到 这个统独问题 赖清德他曾经在立法院讲过 我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下面一句话是 可是民党在施敏德当党主席的时候 已经宣布民党不必 也不会宣布台独 施敏德讲那句话的代价是什么 我常跟人家讲施敏德不是牺牲 两次去坐牢 他人生牺牲四次 第一次就是去坐牢 第二次美丽岛的时间又坐牢 第三次就是拿台独英雄的光芒 宣布民党执政 不必也不会宣布台独 刚刚说完这个话 再加上大和解之后 陈日美就派他下面的人 就拿了一个布条 这是我很想离开民党 第一次心情的时刻 我说哇你还有勇气 拿个布条 第一个字叫台肩 我想说哇他做了25年 这样就叫台肩 那我是什么肩 那时候还没有王世坚 但是台肩 他这样就叫台肩 我不是觉得很愤怒 我是觉得这些人 他们怎么可以 无情到这个地步 你会惊讶说你的无情是从哪 你可以骂他说我不同意你的政策 但是施敏德就是觉得 他作为一个做了25年的人 只有这样他才可以闯破民进党 那个台独党纲的门槛 然后让民党走上执政之路 所以后来民党执政的人 从陈水边到蔡英文 都不用宣布台独 都附送他的话 然后都用他的话来附送 踩着他25年所留下的光芒 以及当时被全党斗争的光芒 被斗争他的台独光芒就没有了 那我自己本身为什么 对这件事情印象深刻 我很不好意思讲 因为他去美国也说 他去美国的国会 对清潭参众员也说 他把我找进去 他说你觉得我应该说什么 我就跟他做了国际政治分析 就最后那几个字 是我写下来的 但是我就害了他 但是他就有这个勇气 他有没有估算说 我讲这个话对我可能不利 这是1994年 1995年施敏德在美国说 我给你听民进党执政 不必也不会宣布台独 为什么 因为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有自己的总统 我们有自己的中央政府 我们有自己的军队 所以我们不必也不会宣布台独 它是个很完整的论述 然后他就变成叫台奸 第四次就是他号召红山军 他认为即使是民进党 他曾经是民进党 他更是民进党的大前辈 但是再怎么说 你虽然是一个所谓号称本土性的政党 他有一个更高的是非 超过本土的就是你不可以贪污 所以有一次某某一个人 就是现在在竞选中的一个人 我不好意思讲 人家私下简讯了 他也是很好心了 善良善良的 就是来问候我生病了 他说虽然我们政治理念不同 可是我知道你现在生病 那我就想跟你致意 那我这个人也是白目 我也不觉得说人家快要上来了 我应该谢谢他 我就跟他写说 谢谢 然后但是呢 我跟你政治立场没有什么不同 我跟你唯一的不同 是我不能容忍贪污 你觉得只要是你的党贪污 是没有关系的 那我觉得施命德 基本上在那个时刻 我们要谈的就是 现在大家丢什么统毒 什么东西的 包括当时疫苗的时候 你不肯面对你的错误 你就直接丢 人家叫你买了疫苗 叫做中国疫苗 所以你犯了错 你把人民分成不同类的 种姓一样的 谁靠近你 谁去关说你 谁就往前 然后罔顾人民生命 然后最后最可耻 最无耻是把自己列为第二类 我真的觉得柯文哲 这个他号称智商157 以前有人问我说你智商多少 当然现在脑部病病很笨 不过我还是说我智商加他50分 因为我如果是台北市长的话 他现在就是总统了 他就说我不打 我生命烈烈都不准打 谁打我就开除谁 然后你们在我手中的 这些疫苗的人 你就所有中央政府官员的 你就到228先烈 被前面去打 我再说一遍 让那些228的先烈 来保护你们这些贪生怕死的 民党后代 我们刚刚听到他所谓的贴标签 应该就是说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不是 他对这件事情 两度被列入黑名单 大陆的黑名单 他叫亡固台独分子 国台办说这是独独配 讲的是邵美琴跟賴清德 亮哥继续 因为賴清德就说 他不管在任何职位 都会继续当台独的务实工作者 那小美琴 这个标签应该是在讲自己的 你说被对安定 不是不是他当时是说 我跟你还原好不好 其实他们解的时候 是一堆麦克风堵着他 侯友宜说 问他说侯友宜说 賴清德是台独务实工作者 请问你有什么看法 OK 他的回答不是侯友宜 他的回答是说中国向来都这样 最好的 问题是台独的务实工作者 是賴清德自己贴上去 不是 他的意思是说 侯友宜的谈话等于中国 这样你听懂为什么 我知道了 可是侯友宜是有所本 因为民进党的领导人 也很少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选立法院这个舞台 谁公开讲出这个话 这是2017年 这个我有意见 这个很可能你们都不同意 我去把它找出来 他是全文的 他上面一句话 他是讲给他原来的支持者听的 我是务实的态度工作者 施敏德当民党当主席的时候 已经宣布民党不必 也不会宣布态度 所以他是一整段话 那我有一段话 想要在这里讲 我不知道 奉行会不会觉得我很离谱 我看着看着我的眼睛 我在仔细听 待会好好地批评我 欢迎你 我不会 我有一个梦 就像金恩一样 我可不可以告诉 现在的总统候选人 他们不是在打一场选战 也不是在争夺一个总统的权利 对台湾来说 2020年的大选 北京在观察的是 我是不是要从和平统一的方案 转为非和平统一的方案 那2024以及2028 这两场选举 会决定中国未来十年的方向 没错 那所以呢 我请从赖清德 萧美琴 到包括侯友宜 柯文哲 或者是赵康 都请他们全部 要以我刚才讲这个概念 为优先考量 你在抢权利的同一个时间点 你打到了对方 可是你很可能把整个局势 在两岸的关系里头 最后转成一个对台湾将来很不利 中共 中南海就认为说 台湾势力这么强 那不行 我一定要用非和平统一方案 而且积极的准备 我认为这件事情是 一直要在每一个竞选的中候选的脑袋里 就是 There is a dangerous 那里其实是有一个危险区的 然后他才发言 所以当侯友宜 我相信他是根本不熟2017年赖清德说什么 那当他的幕僚给他这段话 很好可以拿来攻击的时刻 他就直接讲了 可是我劝他以后不要再讲了 因为人家赖清德讲的话 重点是在误实两个字 他是要讲民党执政不必也不会宣布台独 那你把他说成他是一个台独工作者 那你自己蓝白又没有合起来 我说实话 你有本事政党轮替就算了 你蓝白合 因为你主将的意志力不够强 你让你的大将破坏掉了蓝白合 所以今天到目前为止看好度的 都是赖清德跟肖美行可能会当选 那有可能最后 我讲了一句话可能叫 这不叫阿婆生儿子 叫阿公生儿子 是有可能的 就是政党楼梯 可是有可能侯康佩会当选 但也有可能赖肖佩当选 在这个情况里头 你完全把他的话扭曲 变成一个台独工作者的时刻 北京那些中南海的人 脑袋也可能就跟着你转 然后他最后就感觉到 最后还是他们当选 蔡永又当选 他又当选 下次2028万一又是他们当选 他的整个对台政策是可能改变的 那赖清德并没有真的这样说 他的说法你有一点 就是我们自己都当过政治人物 你经常被断章取的时候 其实就很容易完全扭曲原来的意思 那我觉得侯宜不应该做这个事情 然后赖清德呢 本身他当时的谈话 萧美琴在被问的时刻 他怎么可以犯这个错误 就是当他自己要做一个副总统候选人 那我就要问了 你是美丽的川普吗 他用很美丽的脸庞 很温柔的声音 然后就说中国都是这样讲的 意思就是把侯宜等同中国 那意思是说反对你的人 反对你民进党的人 equal就是等于是中国人 你把你自己的人民分裂开来了 你把你的人民里头 凡事不支持民进党的人 就等于是对岸的间谍 那等于不是你真正的人民 你是一个分裂这个国家 未来的可能领导者之一 那这样的谈话 尽管你再美丽 你声音再温柔 你的人气再高 你不见得是这个国家 最应该选择的复原手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觉得说 像萧美琴的谈话 我觉得是严重犯规 他应该像我刚才一样 我刚才不是帮赖清德 辩护得很好吗 你说我这样的辩护 对赖清德没有澄清很清楚吗 可以吗 他可以这样子讲清楚 比如说他认为他希望侯友谊 不要断章取义 赖清德原文全部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呢 他希望大家在竞选当中 如果你做一个总统候选人 你都不能够遵守一定的风度的话 你其实不够资格做国家领导者 你可以这样讲 你为什么要把侯友谊等同中国呢 好 我同意一件事情就是 这一次的选举对中国大陆来说 到底谁当选 我不认为他们是真正关心的 他们真正关心的是 2024年之后的台湾 是不是让他们相信 不再具有和平统一的希望 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他们所有的备案 就不太可能是朝向一个和平统一 而必须要采取 刚刚文倩形容叫做非和平的方式 或者我们大家可能更清楚的知道 是他更接近武力统一的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这本来就是我们其实必须要放在心上的 一个时刻点 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 我不去争辩他 因为我觉得陷入到细节里头 他就很容易把大的框架 可能没有看得很清楚 我觉得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他要去定性定调一个人 都要花很长的时间 所以定性定调可能不是凭借的一句话 他可能凭借的是你很长期的一些作为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必须要去 仔细思考的 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在这边很英勇 我们一定要喊打喊杀 然后我们要告诉大家说 中国大陆一切都是邪恶的 然后就显得我们很神圣 我们很高贵 可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 对于2300万人 尤其是有非常多 根本没有办法把小孩送到国外的人来讲 他其实是危险的时刻 这一点其实我同意就是说 他必须要给所有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 做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但是我其实我昨天对于 賴清德在高雄 然后谈美丽岛事件的时候 我想其实我本来认为 文倩也好 正亮也好 应该比我更有感受 美丽岛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是个国中生 我那时候人在高雄 所以对我来说是冲击非常大的 我人生第一次知道说 原来抗议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那是我第一次开始 理解抗议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我当然承认我那时候 我其实是都反对那些人 就美丽岛事件的这些人 我这个还公开的跟施明德道歉 那一个国中生 但是我们事后 所以我事后对于美丽岛事件 是非常非常关心的 这八位受刑人 其实后来施明德也好 或张俊宏也好 他们都跟我说 那时候其实我抱持的 并不是说要去坐牢 他们认为他们会被判死刑的 他们相信他们是会被判死刑 他们是抱着这样的决心 去做这件事情的 所以不是只是觉得会被关 他们是觉得说 他们是冒着 可能会被判死刑的 这样子的一个心情 然后去做这件事情 你说他们会同意现在 关电视的作为吗 他们会同意现在 所有的贪污腐败 全部遮盖在一个反中的 一个帽子底下这样的作为吗 他们通通不赞成 所以现在八位受刑者 扣除掉已经过世的 只剩下成局 一个人还在民进党里头 剩下来的 我们在世的 所有的当年的受刑者 现在跟民进党 疏远的疏远 然后分开的分开 甚至于埋怨的埋怨 然后不断的被各式各样 冠上各式各样的头衔 就像刚刚文倩所提到的 施明德当时想要 替民进党开一条路 结果他被骂成台奸 我只是想问说 我补充奉行讲的话 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自己 有资格站在别人的血汗面前 侃侃而谈 然后去挖掘自己的政治领域 这个我想讲的 我想补充奉行讲 赖心者小我一岁 柯文哲也小我一岁 侯伟仪大我一岁 1980年我台大法的系四年级 那一年我就参加党外运动 就是为了美丽岛事件 因为我是台法的系 我被我的老师拜托去帮忙 然后接着没有多久 姚家文的太太助选 我就辞掉我在律师事务所 很高兴的工作去助选 我看到现在这些人 当上部刑的时候很小 赖心者只有小我一岁 她从政应该是1994的时候 参加新潮流 96正式当国大代表 那当然她对市民的尊敬 那蔡英文呢 她一直都是国民党 她1984年变成政大的副教授 是李焕批的 李焕是当时的教育部部长 那为什么李焕要批 这个位置为什么会高到李焕要批 就是这么小小的副教授 没有人知道 但是别人给我看过公文她 那看过公文她们哪有别的目的 但是帮她奔走的人是谁 你知道吗 她的名字叫冯富翔 冯富翔 所以我要跟你讲说 蔡英文一生都是执政党 那赖清德个人呢 她当然家里从小很穷困 矿工 或许对她来说 她必须很务实的看到她的人生 所以我相信她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因为她真的很务实 你懂 奉行李想想想看 她念复健科 然后之后去当兵 然后当复健科医生 很快有后裔学系 去念传当后裔学系 很快做主治医生 没有几年 就立刻出来选国大代表 然后用国大代表位子 立刻去念哈佛的公共卫生 然后之后回来就选立委 她真的很务实 她不会像我这种傻瓜 把你自己的工作前途都不要了 那她只小我一岁 那柯文哲也只小我一岁 讲到二十八就开始哭 所以我常常对于跟我同年龄的人 对于过去的迫害 然后对于过去的民主运动 他们都没有参与 I don't know 就是你有什么好哭的 如果你这么悲愤 到今天还这么悲愤 那那个时候的你怎么那么冷淡 你怎么那么明哲保身 你怎么那么苟且偷生 四个字送给大家 那大家通通都在苟且偷生 在那个年代里头 我很记得当时党外 可能加起来就一百多个人吧 民党建党的时候 在原山饭店没有要建党 他是一群党外后援会 要提名候选人 然后大多数的人是不要建党的 是游青跟谢长廷 还已经死掉的朱高正 高声一呼 就所有的人都 全部都建党 然后几个人呢 当时是党里头 主要重要的几个人物呢 脸都绿掉了 想说我走出去 可能会被奖金我给抓了 我要告诉你 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候 可是那时候的人 只有一百多个人 那现在后面的这些人 你要讨论 刚才奉行讲的高雄事业 这个事情也不是不行 那就请你记住这些人 他们留下来的血汗 他们曾经不在乎死刑 那张俊宏说他可能被判死刑 我不知道 但是施命德是在军法大审的时候 公开要求审判长 饶恕了所有其他的人 因为每个人都在辩解他无罪 他跟这个游行没关系 他跟暴力没关系 他只是傀儡 什么话通通都出炉了 只有施命德说了一句话 他说他们讲的都对 他们都不是革命者 只有我是 我要推翻你这个政权 你不要再滥杀无辜 你不要再做伤害 他主要是奖定宅是爱 然后最后他就哭出来说 你判处我死刑 你判处我死刑 那个是当时他 那我家里头是二十八的家庭 可是我很少讲这件事情 为什么 你一直讲苦难哭要干什么 你就是应该在重要的时刻 当台湾民主的关键时刻 你就要去付出你的代价 你个人人生的代价 你去行动 你不是等到你有权利的时候 把他拿来做一个提款期 前人的苦难 不是给你当提款期用的 那如果说前人的苦难 你当时没有勇气参加 那你选择很务实的活下来 然后很现实的去取得你的权利 或是你一直都是执政党 没有关系 可是呢 你至少要记住人家为什么牺牲 那个牺牲里头的那些重要的民主原则 重要的法治原则 重要的人权原则 今天在何方 我们刚才从前面谈的疫苗 当时的民进党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党 是一个讲人权的政党 他怎么可能同 那看起来好像清朝做的规定 如果国民党当时我想连蒋经国都不敢做这种 自己先打吧 蒋经国都不敢 蒋介石还有可能 蒋经国当然没有这个可能性 那李登辉更不可能 我们现在比起李登辉时代的时候 我们的90%的媒体跟网络 都是控制在民党的手中 90%几 一言堂到这个程度 他当然对我有好处了 让我感觉我回到青春时期 就我1980年代的时候 党外杂志只有一小撮 然后其他通通三台都控制在国民党手中 那唯一的差别是那个时候要被抓去坐牢 现在不用被抓去坐牢 可是在控制媒体 党政军控制媒体里头是一模一样的 那那个时候呢 我要比陈水扁好了 正当那时候在民营党 正当你认不认为民营党那时候最恨的 就是TVBS 2100 2100解释是要毁掉民营党政权 他敢不敢关TVBS 他不敢 他想嘛 但是最后现场庭没有关 为什么 因为陈水扁自己是彭莱导安 差一点就坐了 现场庭也差点去坐牢的 他们最终没有关到TVBS 可是蔡英文敢 这基础上困难度很高 那赖志只当你把民主的理念 人权的理念 因为12月10号不是美丽岛事件纪念日 它是高雄人权纪念日 他是为了人权选择那天办 然后也在那天出事 然后那天出事的原因是有流氓 然后那个流氓到底是谁派的 还是真的是有流氓来参加 现在还搞不清楚 但真的重点是 当你回到那个历史场景的时刻 你感受到的是前人的伟大的 民主的信念跟理念 还是把它当提款机 然后你继续你现在的一党独大 然后当年的一党独大 奖金国还留给了我们经济繁荣 你也没经济繁荣 连蛋都没得吃 然后现在还一党独大 你在搞什么 嗯 意识形态 来我们进行广告 最近我们看到前一阵子 不断的在宣传美台21世纪 贸易倡议这件事情 主要是我们的代表 邓简中的谈话 然后很多媒体大幅的报道 大幅报道就是说 我们有很大的进展 那最重要的是要讨论市场准入跟关税 那可是戴琪的谈话 你把它拿回来 不好意思 太快了 戴琪的谈话里头就是说 那个是以前的事情 那我告诉大家 其实美国跟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 其实跟一个国家领导者的眼光 非常有关系 新加坡呢在哪一年前 是奉行你记得 我记得 2004年1月 然后新加坡跟南韩呢 是全世界签最多FTA的 南韩就吵了很多次 其实最重要就是 美国要求农产品进口 然后农民抗争 那最后呢 南韩跟美国签订是2011年 那日本是在川普时代签的 他就签不出自由贸易协定了 因为川普是反对FTA的 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谈 这个什么 要有当时的自由贸易协定 这个东西已经不可能了 也就是说我们的领导者 在2004年那个年代开始 人家都知道说 美国的问题 在一直跑上来 你要越早签对你越有利 所以你就看到 新加坡签的最好 韩国签的其次 到了日本的时候呢 其实你们都很了解 日本的自民党 很多人自民党的最重要的基础 都是农民嘛 所以在日本引起的抗争很大 可是日本还是非签不可 在川普时代赶快签 因为他觉得再不签 会未来条件越差 那那个时刻就是农产品进口到日本 日本交换到关税 好了回到代起的谈话 他就是认为说 那都是以前的做法 换句话说 他就说 关税的部分 我都要保留 那也就是说 我们论中所说的 他想比照日本 当时在2019年的 其实代起的谈话里头 他给予很大的扭曲 他说那是1980跟1990 他也胡说八道 我刚背给你听啊 2004年新加坡是自由贸易协定 2011年是南韩跟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 哪来什么1980跟1990 所以代起把这个话讲成这样的 意思是什么 他的意思就是 我不想签这种类型的协定 然后呢 我们说我们可以在免除关税 有没有 市场转入这个部分 现在他的谈话里头 他完全就是说 我们还要再继续协商 所以他不给一个好的答案 那为什么我们的代表会 在这个时刻大做宣传 选举到了 其实这件事情 很早就已经清楚的看到说 美国内部的政治 因为当川普他把大量的 这些蓝领工人 收归为他的支持者之后 传统这些工会支持 民主党的这个力量 其实就遭遇到很大的削减 所以那时候美国连TPP 在2016年川普跟西阿蕊 在竞选的过程当中 当时西阿蕊都已经知道说 TPP他可能已经没有办法撑下去了 川普上来之后 不但是把TPP给取消了 而且明白的说 不要再签任何的自由贸易协定 拜登上来之后改变了吗 没有 因为他要工会的支持 所以他才会在接受 美国纽约时报专访的时候 Freyman专访他的时候 他说他不会跟任何一个国家 签自由贸易协定 他这是公开说过的话 这是他在进入白宫之间当选了 还没有正式就职之前 他接受Freyman他这样公开的宣示 他连英国都没有任何的谈判 更何况是台湾 其实刚刚文倩讲了说 没有眼见这件事情 其实我是很有感触的 因为大家知道说 我们现在要急着想要参加CPTPP CPTPP的全身是TPP 你知道TPP最早倡议 其实不是美国倡议 也不是日本倡议 是四个小国家 新加坡 汶莱 智利 还有纽西兰 刚刚文倩讲说 一个国家有没有远见就在于此 那是2005年 他这四个小国家那时候 想说我们要一起 集体就像一把筷子往前走 对不对 他们邀请了台湾 但陈水扁拒绝 因为他看不起这四个小国 而我们从此就失去了 自始至终 一开始成为CPTPP成员的机会 来 亮哥 邓正宗从头到尾都是说谎专家 说谎专家 我跟你讲 他之前谈的是什么 贸易便捷化 什么贸易 然后什么服务业 国内规章 法制作业 反贪腐 反贪腐 这个WTO都规定了 你谈鬼 然后他说要增加范围 是增加什么你知道吗 根本就不是市场准入 是增加什么 勞工标准 环保标准 国营事业 农业开放 我跟你讲 劳工 美国就直接讲 说台湾的渔民用的外劳 三万五千人 超时工作 以美国来讲 这个就是强迫劳动 是 没有错 所以我跟你讲 接下来扩大范围 每一项都对美国有利 对台湾不利 国营事业 非常不利 你就要强迫开放 美国又没有国营事业 农业 你的农产品搞得过美国 劳工 美国的劳工标准绝对比你好 所以每一项都是强迫打开台湾的市场 跟进入美国市场哪有什么关系 那你觉得现在提出来 突然大肆宣传 就是要骗我们 因为在选前 当然是嘛 因为在选前 提出来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 听起来很关煌 等一下 你这个还是我贴给你的 为什么所有的媒体 都跟着邓振忠的说法 这个我不清楚 没有 因为所有的媒体 都控制在他手段 对嘛 我一直要讲这句话 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新闻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假的 来 我们先听一下报告 我们再看出来 我们下一个人 syndrome 还有一句话 我们下一次 怎么个人 事实上 听起来 说更是 有10多小偶年 我别忘了